立法院今天表决通过 今天开始到21号召开第一次临时会 处理大法官人事同意权 而今天上午呢 由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 陪同四位大法官被提名人 拜会立法院各党团 这被时代力量党团批评 审查的时间太过仓促了 国民党团则呼吁大法官被提名人 要捍卫中华民国法治 拿出专业跟良心 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 陪同四位大法官被提名人 拜会立法院各党团 寻求支持和同意 国民党先呼吁要拿出良心 大家会觉得意识形态太浓厚 希望你们拿出你们的专业 拿出你们的良心 四位被提名人士 但经过审见小组 总统也特别针对性别的比例 在这一次能够突破到三分之一 有这个女性的大法官 强调一切按照程序 只总统府5月30后才刚公布 四位大法官被提名人 民进党主导6月14号召开临时会 6月21号审查纠结束 就被质疑审查时间太过仓促 就是要严格加以审查 我们的时程是希望说 至少有两场公庭会 有寻导 那大家一心来面对这个问题 我们对这个事务大法官的资格 以及未来的保险还有信心 一周时间审查程序 如何加强司法公信力 备受关注 借最后报导